各位好,我是吕老师 我想要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一下如何使用AutoCAD的标注功能 这个标注在这边的术语,专门术语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注解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注解的一些简单的功能面板 然后如果点开注解顺标签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功能面板 这边可以看到跟注解相关的一些设定面板 那我就先从这边开始好了 这里它的标注点开之后 我可以看到有线性标注,对骑视标注,角度标注,弧长标注 目前我想要介绍这四种标注的使用方法 线性标注的话,它只能做水平跟垂直方向的标注 好,我就先使用水平跟垂直方向的标注功能一下 线性标注里面 我现在 其实我故意做一件事 我把这个线在端叠地把它分开来 表示说这并不是一个结合的点 但是我在标注的时候,我是想要标到最高点 跟最低点的一个 这个距离 我想要标注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 好,只是 要留意 当我们 接合的线段在很靠近的时候 就要点对位置 好,点对位置 我是要把最高点 跟最低点 点到它之后 看一下它的 距离有多远 600个单位是我原来设定的距离 没错,这是OK的 好 那这个距离的设定 是 只能水平的或垂直的方向 我刚才已经设了一个垂直方向 我现在在设一个水平方向的给大家参考 好,选取这个标注功能 然后点选 水平方向的 距离 我要找的距离是从 这个点 到 这个点的水平距离 好,可以 好,再来是 这里有另外一段垂直方向的距离要标注 好,再测试一下 点选线性标注 好,然后这边 是我的线段长度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完成类似我左边的设定了 好,接着我要使用一下它的 对骑士标注 对骑士标注它可以做 倾斜方向的长度的标注 好,倾斜方向的长度标注 这里有两段类似的 好,我就 点一下第1段的长度 我再点第2段的长度 好,这一类的标注方式 大家应该 会局一反三 就看到我的 操作说明之后 应该会有局一反三的能力了 下一个动作我想要知道说 如何进行它的角度标注 好,我有两个位置可以示范一下 怎么做角度标注 好,第1个位置是 两条 直线段的角度 它的夹角是多少 好,当我想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直接点那两个线段 好,然后它就会在适当的地方 当然我需要移动一下我的花束 让它在适当的地方能够 形成一个 标注 好,然后一样的再做一次 我要做一个角度标注 这次是针对弧长做角度标注 好,就点那个弧 好,然后移动位置 就可以形成我需要的角度标注 最后一个是我想知道弧长的标注怎么使用 好,弧长的标注是这样 就是 那先点选弧长标注的功能 好,然后点选我要 进行的弧长 好,标注在哪边 这是我要探讨的那个弧长 所以我点这个弧 好,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弧长的标注 好 这样一个操作 我再很快示范一下 我用另外一个图示范一下 好,这个 点选弧长标注功能 然后再点选我要示范的那个弧长 好,往旁边移动的话就可以形成 弧长的标注 这次颠倒回来 就我要做一次角度标注给大家参考 然后角度标注的话 就是先点选两条直线段 这次前面那个说明 两个直线段之后 它就形成我需要的角度标注 我现在是要 探讨 这个上方这个角角 如果我要探讨下方这个角角的话也可以 上方这个角角 120度 是我要的角度标注 那有时候我需要的角度是跟我的弧线的角度有关 那我去点弧线 好,也会形成我需要的弧线对应的角度 好,再往旁边 就是我们的对齐式标注说明一下 对齐式标注可以 进行水平的跟垂直方向的长路标注 特别是倾斜方向的长路标注最适用 好,就是点 我要标注的线段的两个端点之后往旁边移动 就可以形成我需要的 所谓的 对齐式标注 好,再一个 好,对齐式标注再一个 好,点选我要标注的两个端点之后 线段的两个端点之后往适当的位置移动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我需要的长路标注 好,那 其实它也可以做垂直方向跟水平方向的标注 它可以取代我们所谓的线性标注 所以我不用再切换到线性标注了 我直接从 现在的对齐式标注来进行 垂直方向的标注 最后一个我想要 把100这个水平的标注能够标示出来 可是如果现在用对齐式标注的话 当我去点这两个端点的时候 它会认为是这个倾斜方向的长度 所以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比如说我现在点这个对齐式标注 但是它会认为说 我是要问这两个点之间的斜线距离 可是我不是要这个 我是要什么呢 我先把它 点一下然后再回复 好,我事实上需要的是 水平方向的长度标注 所以我必须要切换到线性标注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线性标注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好 点一下这两个端点之后 然后我在适当的地方移动一下位置 它就可以形成水平方向长度的标注给我了 好,以上是关于这种标注概念的说明 请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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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谢谢大家